這個等於是開了一個大口 因為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支付的貨幣 現在占比不到3% 那這個加上去恐怕就破5%了 那其他的原物料可能也會連動 因為中國大陸大家知道 他也陸續在成立自己的 人民幣計價的期貨市場 那就是因為他是最大買家 譬如說上海原油期貨市場 如果加上沙烏地這一筆 那他就會在世界的價格 這個定價權上面就會更有影響力了 那鄭州也有糧食的期貨市場 所以因為原物料商品 大概有一百多種 那其中只有四項不是美元計價 這事實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為很多項目的最大買家都不是美國 他完全就是歷史造成的 他用金融的力量 然後造成美元壟斷的期貨市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就是說 會不會逐漸從金融的市場 開始往貿易實體的回歸了 那這個事實上也是很多 第三世界國家的希望 覺得這樣會比較接近實體價格 那現在就是期貨 因為都掌握在華爾街手裡 所以他們常常可以炒作 那這個事實上使得商品製造方不一定有利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第一個破口 因為上次本來是伊拉克 他說要改用歐元交易 結果就立刻爆發了伊拉克戰爭 所以你就知道美國對 美國對這個石油美元是多麼在意 多麼敏感 多麼在意 對因為他們講到說 華盛頓數十年來 仰賴發行公債 對 美國沒錢的話呢 不是打仗 就是發行公債 那發公債 就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你也是在等於一美金 借錢 就一美元 然後幫他的市值做一個融資 因為他的公債有40%是賣給外國 你知道他的 他的債是在美國的GDP比 是超過100%以上 你說俄羅斯打仗會不會倒債 人家債18% 對 台灣是20多 對 我們的 所以說你看看美國欠債多少 所以他不滿就是 你即便是用發債的方式 也是在幫美元在做融資 對 這樣子的話 美國其實把債也是 你美國印鈔 你美國發債 全球把你貪債的一個 對 所以我又賣油給你用美元做計價 基本上我也是消化你的債務 嗯 你怎麼看呢 而且中東的國家 認同沙國這樣的做法 接下來繼續這樣 這樣用人民幣計價的 會多嗎 澆地阿拉伯是美債的第三大買 我覺得對於中國大陸來看這個問題 他的態度是比較謹慎 也比較保守 因為很清楚的知道美國一定會從中破壞了 因為美國不會希望這些最大的石油輸出國 他本身用美元來計價 尤其是他每一天大概賣176萬桶原油給中國大陸 那如果說他改用美元計價的話 你想想看他 改用非美元 改用非美元計價 他採用人民幣的話 那問題就在於說 對美元來講 他的整個國際市場的份額就減少了 對 然後別的國家也會跟著走啊 那問題就在於大陸很清楚知道 因為所以談了6年了 嗯 談了6年 可是為什麼要談6年 那就是因為當這個消息一曝光以後 美國就會施壓嘛 那美國一方面施壓 二方面就給你東西了 嗯 他通常都是用這個方法 然後去軟化 而且呢 事實上沙特阿拉伯他們這些王室還是有壓力 嗯 因為美國的施壓的方法很多種 對 也包括你人身安全的問題 嗯 所以他們本身也會擔心 也會擔心這個流氓 這個惡霸到時候把我幹掉 看到了Solomandy的下場 對我我我我怎麼知道我哪一天不會出車禍 所以有人說 即使我的車子都很安全 所以有人說殺國這也是可能只是一個一個表態 因為可能不一定真的是用人民 這樣的一個表態的目的 包括和協議跟以色列 可是也傳出習近平5月要去燒掉了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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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不送個大禮嗎 對 嗯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對於很多國家來說的話 他們本身都知道這個消息一旦曝光 嗯 那當然就影響就大 可是我覺得中國大陸他也很清楚知道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難處 嗯 他們即使都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可是他們都有他們難處 因為他們都害怕美國人的報復 那因為美國人的報復裡面 我就一直強調 他的手段很多種 嗯 因為他是霸權 你一點對你一點辦法對他都沒有 他的態度就是不然你要怎麼樣 這樣又加了一招可以對富豪海外資產沒收 這個是完全違反資本主義完全違反資本主義理論的做法 因為所有的人類間最重要的一個法律就是保障 個人財產權 然後他可以完全違反違反以後 然後沒有人 你看歐洲的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敢抗議 嗯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厲害吧 那為什麼霸權嗎 這是美國駐伊拉克的大使館周邊12枚火箭炮攻擊 嗯 那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就說我做的 對 他就自己承認了 那我的目標是以色列的戰略中心 嗯 美方的回應很有趣 美方過去的美國怎麼樣 打了 對不對 就直接出手了 現在美國就說 我們予以嚴厲的譴責 但使館沒有人受傷 對 所以使館沒有人受傷 就算了吧 就接下來應該不會是出兵 或是出 我覺得這個最主要是因為大陸崛起了 嗯 因為大陸的快速的崛起 我覺得給很多國家有多一個選項 而且只有中國大陸能抗得住美國 而且事實上已經在國際界已經證明 只有大陸抗得住美國 而且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 你看美國什麼制裁都來 你制裁我就制裁你 你制裁我人 我就制裁你人 你制裁我公司 我就制裁你公司 然後你今天武器賣給台灣 他就制裁你波音 制裁你雷神 但你可以看到目前來講 全世界唯一能夠跟美國對抗的 其實就是要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提供給很多的國家 更多的選擇 嗯 可是大陸現在自己從年初開始的地產碰到的狀況 還有過去他對於科技跟地產業的一些 不管是改革或是一些限制也好 嗯 自己的麻煩也不少 所以今年估計他的基隆環境是要寬鬆 要穩住房地產市場 嗯 那朝地阿拉伯的富豪如果要怕這個美元資產被碰 他就可以投資一點人民幣資產 是嗎 對 這上伊朗那個動作 很多人都 伊朗人啊 都認為是幫蘇萊拉曼尼吐了一口悶氣 吐了一口悶氣 那川普非常生氣 說就是因為拜登才不敢犯氣 呵呵 要是他的話早就出手 他哪敢啊 哈哈 那個嘴巴講 這個有人把他說這會不會成為一個歐 這個俄乌戰爭的另外一個 川普也說如果是他俄羅斯根本不敢打烏克了 嗯 我講一個簡單道理了 為什麼朝鮮現在一直在試射導彈 因為他知道你美國不會過來 他知道你不敢了嗎 哈哈 但是問題就在於當他的洲際彈道導彈越來越成熟 嗯 準確度越來越高 飛得越來越遠 飛得越來越快 然後他的核彈頭越做越多 然後核彈頭越來越有威力的時候 你說你美國最後跟朝鮮該怎麼辦 那美國為什麼會連搶三次呢 不是 從俄羅斯到伊朗到朝鮮 不是 因為朝鮮他只要有一個東西 解除了制裁 嗯 那到時候你美國一定會要解除 對朝鮮的制裁 而美國要解除朝鮮的制裁 那麼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韓國家 在聯合國提出來就好 嗯 或是兩韓之間簽和平協議 那兩韓之間簽和平協議 那或是簽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制裁的理由 這個時候安理會就可以順理成章開會了 說好 那個兩韓簽了和平協議 所以沒有制裁的理由 解除制裁 朝鮮這個時候他的東西可以賣了 而且不要忘了你剛剛講的 都在蓋核電廠 核電廠需要核原料 核原料你說從歐大利亞以外 朝鮮本身是核原料大國 俄羅斯也是大國 那你這些國家都要向他買核原料 那你想想看你核電廠 你蓋個四五年蓋起來一做以後 你要跟誰淨核原料 你剛剛說美國最近手了三次 俄羅斯啊 伊朗啊 朝鮮啊 可是俄羅斯他自己認為他贏了啊 沒有贏啊 他沒有球兵啊 他想要穩的東西穩住了啊 他沒有穩住啊 盧赫蘭還是會輸啊 說他至少美元 你剛剛自己說 那個是合體啊 我知道那個只能 一般老百姓不是這樣看問題的 你講的是那些戰略精英 會看到北約被更加鞏固 看到美元的地位 那個是軍空複合體跟華爾街的觀點 可是一般老百姓就是看到 你不敢出兵嘛 所以沒有反應在民調上面 那烏克蘭從事以後就分裂嘛 對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現實結果 所以最近真的美國蠻奇怪的 沒有 但是新聞可以 新聞可以炒作 就是當俄羅斯撤兵以後 就是說啊 你看俄羅斯撤兵了 輸了 可是問題就在於 烏東地區 烏東收不回去了 烏東地區永遠收不回去了 烏東地區永遠收不回去了